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立刻加密货币 我们今天讲几个比较重磅的一些新闻 那么第一个就是美联储今天的加息议席会议 大家都看到了是上条25个基点 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或者是倒数第二次的加息 整个加息的周期 目前来看几乎可以确定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其实过去几天的比特币的涨幅 其实也是提前消化了加息25个基点的利好的一个消息 那么后面的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比特币就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一度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跌了2000多点 非常的力道之大 那么鲍威尔今天到底讲了什么 他说今年降息不是我们的基本预期 不考虑为所有未受保护的银行存款提供保险 这是一个消息 他说今年的降息不是我们的基本的预期 虽然说美联储今天只加息25个基点 但是鲍威尔还是说今年不会选择降息 有可能今年基本的基调就是再加最后一次25个基点 然后暂停加息观望 他的意思还是说目前的CPI的数据依然是高涨 他说这个通胀率依然是高涨 劳动力市场依然是过于紧张 那较高的利率和较慢的增长正在拖累起 然后他说我们正在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 那这句话是不对的 那之前我跟大家也都看到过 美联储的这个缩表的一个计划 但是最近的一个礼拜 他们又增加了8000亿的一个扩表 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整个的基点就是虽然说今天是加息25个基点 但是鲍威尔的讲话偏鹰派 那大家记住他这里说的是不考虑未受保护的银行的存款提供保险 但是美国的财政政部部长伊伦在接下来的谈话中 马上就要说要提高存款提供保险的额度 那就是说美国的这种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高官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OK那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新闻 就是下一个新闻的是什么呢 美国SEC向Coinbase发出维尔斯通知 称其可能违反证券法 OK那Coinbase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了 那我多次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是敌视这个Coinbase 我非常非常讨厌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现在是受到了美国证监会的一个通知 那被调接受调查呢 接受调查涉及Coinbase上线的部分的数字资产 质押服务 Coinbase Earn Commerce Prime和Coinbase Wallet 那Coinbase表示啊 我维尔斯通知中并没有提供很多的信息 那SEC工作人员只是表示已经发现了潜在的违反证券法的行为 但是呢 Coinbase要求这个SEC起出来其平台上上线的哪些资产可能是证券 但是遭到了SEC的拒绝 那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Coinbase呢 他们貌似呢 要去上庭 要去自证清白 那与此相对应的一个新闻呢 就是美国SEC起诉了孙宇晨 指控其出售未注册证券和操纵市场 这是两个重罪 那美国证监会周三起诉孙宇晨指控其出售和空投未注册证券 实施欺诈和操纵市场 那SEC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了 他们正在起诉孙宇晨波厂基金会 BitTorrent基金会和BitTorrent销售未注册和加密资产证券 TRX和BitT SEC进一步指控被告通过广泛的洗盘交易 这里面非常非常的关键 洗盘交易操纵TRX二级的市场 那此外呢 这个SEC还起诉了其他的一些名人 一些KOL 那指控他们在未披露代言费的情况之下 非法宣传TRX和BitT 那这些名人中大多数都达成了和解 SEC表示孙宇晨试图通过洗盘交易计划 人为其高TRX的交易量 他让自己的员工呢 在他控制的两个加密交易平台账户之间 转移了超过60万笔TRX洗盘交易 那这里呢 就是孙宇晨的 就是美国证监会所掌握的 孙宇晨的这种犯罪的证据呢 仅仅呢 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孙宇晨他现在 他所掌门的这个火币交易所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无耻 没有底线 没有下线 那如果说 你还有资产 你还在用火币交易所的话 那如果说孙宇晨 这个时候选择跑路 写款私逃的话 那么你的钱就会化为乌有 最后一次警告了 没有 再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那我们看一看 这个新闻稿的 这个是新闻的起源 新闻的来源 那我们看到这里面 还有一个起诉书 这里面有一个起诉书 但是呢 我后来想了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收到过这样的起诉书 一模一样子 但是呢 我也想了一下 这个孙宇晨 他并不是美国的合法的居民 那他人也不在美国 所以说证监会起诉孙宇晨 他有可能呢 只是一个幌子 他并不能够强迫 或者是强制 让孙宇晨去出庭 或者是上庭啊 但是呢 我不知道孙宇晨会不会派一个律师 或者是在美国请一个律师代表他来上庭 那我们不并不知道啊 但是呢 根据我对美国法庭的了解的话 那么那孙宇晨是完全可以逃避这一次的这个起诉 但是呢 代价就是他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再来到美国的境内 或者是美国的其他的一些领地啊 那就是作为一个代价吧 OK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立歌加密日报 所有内容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